國會眾議院通過了民主黨力推的HR1選舉改革法案 而墨西西比州民族黨眾議員湯普森 也與所有共和黨人一起投下了反對票 共和黨眾議員格林戴上特殊字樣的口罩出現在眾議院 傳媒說這是史詩級的口罩 右翼廣播網發布的所有關於川普總統 在CPAC上演講的影片被刪除 他們強硬回應不會出賣觀點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他的支持者說 為了制止伊朗的核協議 他將會不惜和整個世界對著幹 中共年度國防預算最新出爐 中共軍費開支已經連續25年增長 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軍費第二高的國家 中共在國際上軍事化的行動 和對台灣較為強硬的立場都引發西方國家的擔憂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3月3日晚 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20比210票 通過了民主黨力推的HR1選舉改革法案 這個法案是針對擴大郵寄投票權等方面的選舉改革立法 而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 密西西比州民主黨眾議員湯普森 和所有共和黨人一起投下了反對票 而他是唯一投反對票的民主黨眾議員 湯普森的投票令人驚訝 因為他和其他民主黨核心小組成員 是這個法案的共同提案人 之後湯普森也透露了他自己這樣做的原因 湯普森曾日表示 他的選民不支持選舉改革 因此他選擇站在他們一邊 而不是站在他的同事一邊 湯普森在給福克斯的聲明中說 我的選民反對法案的重新劃區部分 以及公共融資部分 我總是聽取選民的聲音 為他們的利益投票 HR1選舉改革法案要求各州 建立獨立的重新劃區委員會 對國會選區進行十年一次的重新規劃 並為國會和總統選舉 建立新的公共融資體系 以激勵小額捐款 HR1法案當中爭議最大的條款 包括允許全國性大規模郵寄投票 16歲和17歲青少年的選舉登記 永久允許提前投票 對網上登記進行最低限度的驗證 將選票的收割合法化 以及重罪反復刑期滿之後有投票權等等 選舉改革法案以220票對210票通過 以共和黨人全數反對 眾議員布魯克斯昨天 在布萊巴特每日新聞節目中對主持人表示 如果HR1成為法律 美國的選舉就會類似於前蘇聯的選舉 布魯克斯議員說 HR1是美利堅合眾國歷史上 在選舉方面的最糟糕的立法 對美國的破壞作用比我所見過 或者聽說過的任何立法都要大 甚至在歷史書當中 你也找不到影響這麼大的糟糕的立法 例如HR1法案讓16歲和17歲的人能登記投票 允許用多個不同來源的身份文件進行登記 如果你從一個地址搬到另一個地址 就會被登記兩次 布魯克斯也警告說 HR1名為為人民服務法案 如果成為法律 就會為選舉的不誠實提供便利 並且這種不誠實將會是大規模的 布魯克斯說 在HR1立法當中 有幾十項條款破壞了選舉的神聖性和準確性 在HR1的法案規定下 美國選舉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將會類似於前蘇聯的選舉 或者古巴的選舉 或者委內瑞拉、朝鮮的選舉 這項立法目前正被提交去參議院 由於參議院當中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席位各佔一半 因此要通過這項立法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需要60票才能推進這項立法 並且需要共和黨人的支持 共和黨眾議員格林3月4日 戴上特殊字樣的口罩出現在眾議院 傳媒說這是史詩級的口罩 共和黨女眾議員格林總是讓人耳目一身 3月4日她新換的造型是口罩 口罩上黑底白字寫著 好像拜登一樣無用 這不是格林第一次用口罩傳遞信息 今年1月份在上任第一天 格林就戴上了寫有川普勝出的口罩進入眾議院 格林還在4日議會中發言說 我今天站起來告訴民主黨人 你們正在採取的激進路線 將會導致你們2022年的失敗 美國人民對你們的所作所為感到震驚 眾議院通過了1萬9千億的紓困法 紓困的開銷不夠百分之九 民主黨政策破壞婦女權利的平等 破壞宗教自由 將男人放在女孩的浴室、更衣室和運動隊 這些都是不可原諒的 民主黨政策搞的憎恨警察的法案 將警察列入拜登政府的打擊名單 同時取消了警察的豁免權 每當有罪犯因為被拘捕而受到傷害的時候 警察就會被起訴 這樣對我們的警察來說是魯莽和危險的 喬治亞洲共和黨國會眾議員格林 一直以大膽感言受到外界觸目 在1月初宣誓就職的時候就表示 他將會在1月21日以濫用權力為由 提交針對拜登的彈劾條款 一些左派人士試圖想讓格林禁聲 但無際於是 眾議院2月4日採取從未有過的做法 組織全院投票將格林從兩個委員會當中除名 理由是他在11月當選為國會眾議員之前 曾經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主張暴力和陰謀論的言論 格林在2月5日公開回應被兩個委員會除名的時候 他說他感到自由 將他踢出委員會是給他更多的時間去參與競選 因為他相信在民主黨政府之下 保守派的聲音不可能被聽到 3月4日YouTube將非常受歡迎的 右翼廣播網的服務暫停兩個星期 並刪除了他們發布的所有關於川普總統 在CPAC上演講的影片 原因是違反了YouTube的錯誤信息指南 川普在CPAC演講的影片在被刪除之前 已經獲得近400萬的觀看次數 右翼廣播網表示他們被YouTube告知 如果他們對川普一直提出的 關於選舉不實的主張提供不同的觀點 這樣影片就可以被保留 但他們拒絕這樣做 右翼廣播網在Twitter帳號上發表聲明說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YouTube的條款 如果我們提供了相反觀點 我們網頁裡川普在CPAC的演講影片 就會被允許繼續播放 那麼我們就將不得不在直播當中加上一個評論 說川普剛剛所說的 關於選舉當中問題的指控都是不真實的 右翼廣播網表示 我們不會為了讓影片繼續上傳而出賣自己的觀點 我們盡力遵守規則 但我們不會審查川普總統的言論 也不會反對他說的話 坦白說我們同意他的觀點 右翼廣播網說 我們網絡提供的評論非常少 基本上只是打開攝錄機 讓你看看正在發生的事情 而且讓你自行決定 人們可以選擇看它 也可以不看它 你可以喜歡它也可以厭惡它 這些就叫自由 如果這些都不再被允許 這樣我們只有祈求上帝幫助我們了 Newsmax3月5日報導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對他的支持者說 為了制止伊朗的核協議 他將會不惜和整個世界對著幹 內塔尼亞湖的這番強硬表態可謂一反常態 因為他過去在討論伊朗核協議問題的時候 一直非常謹慎 川普總統在2018年退出了核協議 表示美國未能減少伊朗的導彈計劃和地區影響力 這些言論也間接地批評了 拜登希望重新加入伊朗核協議的觀點 拜登政府最近表示 他願意和歐洲國家和伊朗重新開始討論 加入伊朗協議的進程 但是伊朗拒絕了恢復談判的初步提議 內塔尼亞湖說國際現實已經改變 他們想要回到這個危險的協議 我是唯一會反對整個世界的人 顯然他是在指拜登推翻了川普總統之前的決定 兩個星期前 內塔尼亞湖和以色列最高國家安全官員 還同意避免與拜登政府產生分歧 決定集中精力與白宮就伊朗核問題舉行戰略磋商 在宣稱伊朗打算發展核武器以摧毀以色列之後 內塔尼亞湖反問說 誰會來捍衛你免遭滅絕呢? 我會毫不猶疑地採取任何手段 對抗威脅我們國家的事物 據Newsmax的報導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對拜登施壓 希望他繼續向伊朗施加壓力 並堅持川普總統和以色列和海灣國家 所取得的輝煌進展 基辛格3月3日在尼克遜基金會外交事務演講中 高度讚揚了川普政府的中東和談努力 他說 我認為上屆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 就是他們在中東事務中取得了兩項重大突破 首先將巴勒斯坦問題和所有其他中東問題分開 其次 以實際或者潛在的組合 將尚尼派國家團結起來 理共同對抗由伊朗主導的十頁派國家 基辛格說 在我們搞清楚伊朗的真實意圖之前 我們不應該放棄對伊朗的壓力 去年年底 川普政府在以色列和阿聯酋 巴林、蘇丹和摩洛哥之間 建立了標準化協議 這類協議是25年來的首次 3月5日 中共全國人大第十三屆第四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 中共年度國防預算最新出爐 中共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上談到軍事工作時聲稱 需要高度警惕和堅決壓制台獨分裂活動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 新一年要堅持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嚴格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 全面加強聯兵備戰 統籌應對各方向各領域安全風險 根據5日公布的中共政府預算草案報告 中共國防預算金額為人民幣一兆3,553億元 比2020年增長6.8% 已經連續5年突破一兆人民幣 此前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曾經緩養軍事專家宣稱 儘管疫情帶來衝擊 但中共仍然可以為軍事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 美中關係不斷惡化以及台海問題 可能導致的軍事衝突都對中共造成威脅 這也是中共增加軍費的關鍵因素 英國BBC去年也曾報道 總體上中共軍費開支已經連續25年增長 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軍費第二高國家 最近中共在不斷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並多次威脅要以武力統一台灣 2月23日 除了軍機持續繞台外 挑釁意味十足 有美國學者日前透露 習近平可能計劃在兩年內攻佔台灣 不過也有熟悉中共軍隊內幕的人士表示 中共根本無法打贏任何對外戰爭 中共在南海島與軍事化的行動 對台灣較為強硬的立場 加上軍費開支快速增長 以及它不透明的國防預算等 都引發西方國家的擔憂 在中共對台灣持續採取施壓行動之際 兩名共和黨眾議員上星期五提出共同決議案 呼籲拜登政府恢復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 並終結過去的一個中國政策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